圣地女團iZ1在2018年10月出道 雖然說大家都知道團體只會活動兩年半 但隨著時間的逼近 粉絲們是越來越捨不得 同時在10日發出官方公告 表示iZ1會如期解散 有許多粉絲發起了連署和抗議 持續要求iZ1續約 否則就要抵制往後的所有活動 然而超激烈的手段似乎沒有奏效 在本週末連兩天的線上演唱會 12名成員除了帶來精彩的舞台表演 整場演唱會可以說是累點滿滿 互相訴說給對方的心理話 最後更是一一哭著向粉絲道別 直接宣布解散 如此突然的告別 讓圓以為演唱會過後 還會有解散專輯 或其他行程的粉絲被虐個措手不及 尤其在活動的兩年半期間 先是因為節目造假風波而暫停活動 後來又因為疫情關係 整整一年多都沒辦法親自見到粉絲 更別說開始提演唱會 讓滿內圓因傷心的說 都已經快要忘記粉絲們應援的聲音了 是但是太虐太傷心 只希望將來大家都能走滑路啊